5090D咱们聊完了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一代的80级显卡 5080 80级别的显卡一直是英伟达最重要的高端卡 曾经的80就是英伟达的旗舰级显卡 直到GTX680开始 80级别的显卡就变成了产品的老二 但是历代的80级显卡的规模 不论如何也始终保持在旗舰卡的60%以上 哪怕上代的4080也有4090核心规格的60% 显存位宽也有三分之二 但这次的5080打破了这个传统 这次的5080使用了完整计算单元的GB203核心 然而这颗核心的完整规格也不过就10752个枯大核心 数量甚至还没到5090的一半 显存规格也是延续了前代的256位16GB 显存类型升到了GTDR7 但显存部分也依然都是5090的一半 可以说5080这张卡的规格几乎就是半张5090 这在历代80级显卡当中可谓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如果我们横向对比枯大核心数量的话 它仅仅比4080的Super多了512个枯大核心 也就是5%的规模 甚至L2缓存都和前代一模一样 这让我非常担心它的性能提升幅度 比起无聊的规格 那我们手上这张5080 FE这张卡本身就有意思太多了 5080 FE和5090 FE用了完全相同的设计 这个设计简直就是艺术品 再次回到了3080时代苗条的双槽设计 但它除了厚度以外的比例更接近40系 因为面积比3080更大 所以肉眼你看起来就会有一种非常薄的感觉 加上更柔和的边缘处理 这代FE卡的设计真的是深得我心 和40系工板你放在一起的话 它们其实共享了相同的风扇设计 散热鳍片紧紧围绕着充满了整个边框的Ninic风扇 不同的是它不再使用30系和40系的推碗式布置方式 而是让两个风扇彻底吹透整个散热模组 而为了能够把靠近接口一侧的位置空出来留给风道 英伟达用上了成本最高的方式 它们PCB分成了三块 这个结构相信大家这几天已经非常熟悉了 但你们看到的拆解大部分都是5090的 但是5080FE的内部长啥样呢 开拆 这张卡的拆解方式和传统显卡完全不同 拆它的感觉更像是在拆一台Mac 首先拆开挡板螺丝 松开一颗固定中框的螺丝 接下来用拆机片调开带LED氛围灯的中框 接下来你会看到LED是通过核心背面布置的两个触点来供电的 接下来取下16PIN电源接口位置的CNC铝制三角形侧盖 CNC的这么轻? 就已经可以看到底下的散热片和PCB了 接下来用同样的方式拆开PCIe接口位置的侧盖 你就会看到PCIe这块子板PCB与显卡连接的BTB 接下来拆开固定PCIe排线的四颗螺丝 和连接PCIePCB和中框的两颗小螺丝 你就可以取下PCIe接口子板了 它和主板的通过BTB接口连接 此时你也已经可以看到一根软排线了 这就是显卡主板和IO接口子板之间的排线 要拆下这根排线 我们要继续拆掉显卡的背板 你们看这个散热片特别均匀对不对 但其实它是 这实际上是一体的 拆掉背板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连接显示器接口的这根软BTB排线了 拆开这根排线 再拆开风扇 logo灯的三根排线 拆掉GPU背面的后具支架 我们就可以把显卡的主板PCB和散热器分离出来了 哎 5080 FE这个核心上用的居然不是夜间 用的居然是相变片啊 这让我有点意外 看来这个散热器压5080的发热量应该不会有5090 FE那么吃力 毕竟5090 FE在外面的测试当中 很容易就可以跑到77度左右的核心温度和94度的显存温度 待会我们也会来实际看看这张5080 FE的散热表现 回到这张卡本身 这张卡的PCB实际拿到的手 真的是太震撼了 很难想象这是一张台式级高端显卡的PCB 这样看你可能没办法理解它有多小 那我来拿一台M4的Mac mini给你们对比一下 非常离谱啊 这张PCB居然和M4 Mac mini刚好完全一样大 这真的太离谱了 看来5090塞进Mac mini这样的机箱里是不是也有可能啊 开个玩笑啊 那这张PCB虽小呢 但它的用料是很扎实的 虽然不像5090 FE那样 在那么小的PCB里布置了23项供电那么离谱 但是这15项核心 4项显存的供电规格 对于5080的这360W的TTP来说绝对是绰绰有余啊 那这个呢就是5080所使用的GB203 400满解核心了 我们量下来 核心面积为378平方毫米 和上代的AD103几乎完全一样 有趣的事情是它的晶体管数量也和AD103几乎完全一样 不愧是老黄啊 这才叫真正的倒法 除了5080 FE以外 我们还收到了来自华硕的5080 Prime 它的体积和上代4080 Super Pro 2的版本保持了一致 稍微超过双槽的体积 加上比公版更不越尖的设计 在一众巨型非公版显卡里面显得非常小巧 并且作为一张MSRP定价的5080 它的散热模组居然用上了VC军热板加6热管的配置 用料相当良心啊 我们看完了艺术屏 是时候就来看看5080的实际性能表现究竟如何了 这次我们使用的测试平台依然使用的是9800X3D加ROGX870EHERO 加上6000C28内存的配置 电源方面我们搭配了一颗ROG的雷神31200W电源 这是一颗80PLUS白晶电源 可以支持GPU First的显卡优先技术 和可以双面安装的磁吸OLED功耗显示屏 先来看看基准测试的成绩 在经典DX12的测项Time Spy当中 5080的成绩为32000分 这个成绩比4080Super大约强了14% 刚好介于4080Super和4090之间 压力更高的Time Spy Extreme当中 5080和4080Super的差距小幅放大了15% 毕竟GDDR7的显存带宽还是高了不少的 那么在新的Steel Nomad测试里面 5080的优势进一步扩大 比起4080Super强出了26% 但依然无法接近4090 但在Steel Nomad的Line测试里 两台的差距又缩小到了14% 和4090的差距也再度被拉远 我们也跑了一下Port Royal的光追测试 这里5080的性能比起4080Super强了20%左右 比纯光山化的测试优势要更大一些 从基准测试来看 5080相较于4080Super的提升幅度 比较有限 而且这应该是目前为止 第一代打不过前代旗舰卡的80级显卡 甚至它和4090的差距还相当明显 这性能有点不够看 接下来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游戏部分了 说实话 5080的游戏部分并没有那么多能聊的地方 所以我也就懒得一个个游戏给你们去展示了 咱们就直接上总表吧 听来看4K传统光山化性能 10款游戏里 平均5080相较于4080Super强了16% 相比4090弱了13% 和5090的差距在33%左右 而在4K光追游戏里 5080相较于4080Super强了15% 相比4090差了14% 比起5090有35%的差距 说实话 像2077和黑神话这种游戏 原生光追全开肯定是别想了 只能跑个十几帧 4K下面开了DLSS平衡档超分之后 5080在各个游戏当中 全特效的表现是这样的 多数游戏还算是挺流畅的 但你像2077和黑猴 开了最高档的光追加DLSS 也就能跑个40多帧 还是得降点特效才能跑到一个合适的基础帧率 然后再看真生成才算是流畅的玩儿 具体到游戏中 5080有几个游戏还算是比较有优势的 像是心灵杀手2开光追 相比4080Super强30%以上 开光追加超分能跑60帧 这种情况下 再开DLSS4的4倍真生成 5080就能跑到接近190帧了 相比原先帧数上的提升确实蛮大的 对于这种原始帧跑得上去的单机3A来说 真生成还是挺有意义的 2077里面5080的表现也还行 没有比4090差太多 开启超分后再借助DLSS44倍真生成的帮助 可以跑到153帧 降点特效提高原始帧之后也能有不错的体验 包括像无线暖暖 5080差的也不远 和4090还挺接近的 但也有一些游戏 比如像使命召唤黑色行动6 它就和4090差距巨大 几乎没有比4080Super强多少 包括像大表哥2 5080和4090也还是差很多的 功耗方面一些比较高压力的游戏 5080可以跑到平均300W以上 能效上来说可能确实是比4080Super好那么一点点的 但也就那样吧 这一代反正就是功耗高一点点 性能也就高一点 有些同学会担心5080这个16G显存在游戏里会不会不够呢 我们测下来至少游戏玩家是不用担心的 4K显存压力最大的游戏是2077 开启光追之后可以吃掉15G显存 这时候确实已经快爆显存了 但5080在这之前性能就已经跑不动了 而但凡能跑动帧率正常的情况 比如说开DLSS之后 基本上我们测的游戏都吃不到13G显存 至少4K分辨率下 16G还算是凑合够用的 那接下来咱们来看看生产力软件当中的性能 在Blender里5080相较于4080Super 提升6%到11% 总体的提升相当有限 PR里凭借着边界码器的加强 5080的成绩倒是获得了显出提升 甚至已经超过了4090 唯一的问题是5080依然只有16G显存 如果你的工程非常复杂的话 这个显存容量才是阻碍你选择它的理由 性能在这里反倒不是个问题了 AI方面我们跑了一下欧拉玛 部署通议千万2.5模型 很可惜在32B模型下 两张80的16G显存都直接爆显存了 所以我们又测试了14B模型下的性能 这里5080的提升还是很显著的 比4080Super快了不少 直逼4090了 GDDR7显存的吞吐量提升 作用还是很显著的 那么这张双槽的5080FE 功耗和温度表现如何呢 在Time Spy图形测试里 这块5080FE的平均功耗 并没有显著高于4080Super 主要是压力很高的第二个场景里 360W的功耗墙可以带来更高的上限了 总体上5080毕竟在规格上也没什么提升 因此功耗上也没什么大的区别 温度方面你们也知道 这个双槽散热器压5090还是有点吃力的 但是压5080就非常轻松了 我们测试了20分钟的Speedway压力测试 这个测试对核心和显存的压力都比较大 可以看看显存温度能不能撑得住 最终核心稳定在了67-68度 显存则稳定在了80度 此时的风扇转速仅仅刚刚超过1500转 是非常安静的程度 看来FE这张皮反而是用在5080上更合适 最后我们也简单给这张5080超了超便宜 最终在核心3.1GHz左右的频率下 Time Spy成绩从默认的32,000分 提升到了35,300多分 已经可以摸到4090的屁股了 这个提升幅度还是相对可观的 如果说5090让我们看到了DLSS4所带来的游戏行业的未来 5080就算是一张稍微低价一点的DLSS4体验卡了 相比前代的4080Super 不开DLSS4 4倍增生长的情况下 提升15%左右 好在80级显卡的基础帧数不低 在开启DLSS4 4倍增生长的情况下 的确可以跑到4080Super翻倍的帧数 但是除了DLSS4以外 这张卡和4080Super的差距实在是太小了 这是我们这么多年以来 见过代际提升幅度最小的80级显卡 唯一值得说的就是上市价格比前代的定价稍低 也刚好是5090D的一半 但考虑到4080Super的目前市场价 已经比首发价低了不少 我也很难讲5080有什么性价比的优势 所以在我看来 这张卡目前最大的意义 就是获得公版皮最现实的方式而已 那这张5080F1的国航也会在京东自营上市 好了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今天是大年初一 祝各位观众朋友们 在新的一年里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早日用上5090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